牙咽肿痛是牙咽炎或牙周炎的一种临床表现形式 它的主要是由于牙齿周围有一些牙结石刺激到我们的牙咽和牙周 从而引起炎症导致了牙咽的肿痛 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呢多数是使用局部治疗的办法 局部的治疗呢包括进行牙齿周围的清洗以及用药等等 二呢是进行结牙或者引下刮痣来去除这些菌斑或者牙结石 减少对牙咽的刺激从而改善症状 在这期间我们也可能会配合使用一些抗生素来改善我们的牙咽炎症 比如说吃一些假消作阿莫西林等等的药物 但是在临床上我们是不建议长期的使用抗生素来治疗牙咽的肿痛的 最好的办法还是进行局部的冲洗节制等等